再来关注到台湾2024大选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 23号在社交媒体表示 近期拜访今年初刚从台湾大学现任的管中敏校长 两人就多向社会经济议题交换了看法 因为此前有国民党阵营的消息人士传出 说管中敏适合出任侯友宜副手这样的一种说法 因此两人的会面备受关注